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 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 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星期天 老公对我说 婆婆六十岁生日 让回去吃饭 既然过生日 我也不含糊 给婆婆带了生日礼物 蛋糕等物 一餐饭 吃得还算愉快 唯一让我有些不痛快的是 吃饭的途中 嫂子 也就是我老公哥哥的老婆 王秀军 一双眼睛 老是往我手腕上描 终于 趁着大家都高兴 她问我 白桃 你这镯子漂亮啊 是翡翠吗 我点点头 也不在意 笑着说 我妈特意托人 从缅甸那边带回来的 多少钱啊 她问我 我还没有来德级说话 旁边 我老公过友德忙着说道 一万块呢 哦 王秀军点点头 伸手就对着我手腕上的镯子摸了过来 我忍不住向后让了让 看看 我又不要你的 她的语气有些冲 我没有吭声 但是 我的不满 想来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够看得出来 贴身的首饰 虽然是亲戚 但我和郭友德结婚才半年 和王秀军 还真谈不上太熟 所以 我不太习惯这么亲密的接触 白桃 我蛮喜欢这个镯子的 要不 你转给我 王秀军说道 我给你一万二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旁边 我老公郭友德 忙着就答应了 我抬头 用警告的眼神 看了他一眼 但是 他却是给我使眼色 意思是 让我赶紧答应下来 我摇头说道 对不起 我也很喜欢 不卖 王秀军顿时就生气了 把筷子拍在桌子上 问我 什么意思 是不是看不起他 我就诧异了 这和看得起 看不起 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商家 你来我店里看东西 我需要陪着笑脸 恭恭敬敬地请你看 哦 不对 我就算是商家 我的东西 我不愿意卖 谁也不能勉强我卖呀 一万的镯子 我花一万二买 你凭什么不给 王秀军站起来 指着我鼻子问道 我摇头 郑玉说话 旁边 郭友德 我那个好丈夫 忙着陪着笑说道 你别生气 卖你就是 说着 他转身对我说 桃子 你脱下来给嫂子吧 也别说钱不钱的 都是一家人 旁边 我婆婆也忙着说道 桃子啊 既然你阿嫂你喜欢 你就给他吧 反正也不会让你吃亏了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 也不是吃亏占便宜 我站起来 推开锅有得 说道 我的东西 我不卖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 有些想不明白 这都什么事情啊 今天 王秀军看上我 镯子 一万二要去了 明天 他看上我的房 是不是也可以随便给点钱 就要过去 我还非得卖给他不成 白桃 看我份上 算了吧 我公共帮腔 说道 我再贴你一千块 一万三 你把镯子让给你阿嫂 我冷着脸 说道 这镯子买来的时候 是十万块 这还是我妈托了熟人 直接从缅甸带过来的 如果是国内 二十万都未必能够买到 这是我妈给我的嫁妆 我家的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我又是独生女 父母长辈都宠着 我和郭友德是在大学认识的 他追了我二年多 我才同意交往 主要就是看着他性子 敦厚耿直 不至于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结婚的时候 我妈就对我说 当今社会 男强女弱的家庭搭配 才能够维持长久的稳定 让我平时不要太要强 家里耍耍小性子不要紧 外面还是要顾全一下男人的体面 这个镯子买了回家 我妈给我送过来的时候 郭友德也在家 她特意问了价钱 我妈怕她心里有芥蒂 认为女方炫富 所以就说是一万块 私下里 我妈特意对我说 这两年 翡翠行情水涨船高 一来是当作投资 二来镯子寓意平安圆满 她盼着我一辈子平平安安 这个镯子 寄托着我妈对我的祝福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卖掉 说出来价钱 倒也不是炫耀 只是让王秀军死心 别再闹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都是我婆婆过生日 我们这么吵闹 只怕她心里也难受 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王秀军把碗砸在汤里面 顿时桌子上汁水四溅 白桃 你隔应谁呀 王秀军的声音 提高了好些 叫道 你家有钱哪 十万块一个镯子 显摆给谁看 说着 他站起来 一脚踢飞板凳 转身就走 我老公的哥哥 郭友才忙着追了过去 叫道 秀军 你别闹 他不劝还好 一劝 王秀军越发闹腾起来 大声嚷嚷 郭友才 你什么意思 结婚的时候 我让你给我买个金镯子 你借口没钱 就这么混了过去 现在 你弟弟结婚 十万块的镯子 怎么就有钱买了 我张了张嘴 这镯子不是我婆家买的 这都什么和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娘家的嫁妆 还有你 带着十万块钱的镯子 你嫁个这样的人 王秀军的手指 差点就指到我脸上 我努力压下抱起的脾气 小只以礼 动之以情 嫂子 你讲点道理 这镯子是我娘家的嫁妆 我说了这句话 也不知道 怎么就戳了她的肺一样 她站在门口 跳着脚 大声叫道 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听听 这老郭家的小媳妇可能耐了 带着十万块的镯子 骗人说是一万块 隔应人哪 看热闹不嫌事大 左邻右舍都开始围拢过来 我公公婆婆都是要面子的人 健壮 都劝着她别闹了 郭友才也劝着她 她不依不饶 指着我一通骂 我就糊涂了 尽管郭友德拉着我 让我忍了她算了 我还是说道 嫂子 你讲讲道理 我自己掏钱买的镯子 和你有关系吗 这事情必须要说清楚啊 否则 只怕友德闹 她冲到我公公面前 指着我公公的鼻子问道 结婚的时候 我说买个金镯子 你说 你要一碗水端瓶 等着小儿媳妇到时候一起买 如今 你家小儿媳妇买了翡翠镯子 十万块呢 我的呢 你们口径一致 骗我说是她娘家的买的 但我傻子啊 我心想 王秀军这个误会了 以为这镯子 是我和郭友德结婚的时候买的 心里不平衡 所以 我准备解释清楚 嫂子 这镯子真是我妈妈买的 不是我老公买的 我有一句话 没有好意思说 你想要一个金镯子也好 翡翠镯子也好 你关上门 你和老公闹闹 或者 你娘家有钱 让你妈给你买也成 再不计 努力工作 攒点钱自己买 作为女人 喜欢漂亮首饰这没错 可是 你闹腾我做什么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啊 呵呵 王秀军看着我冷笑 指着我鼻子说道 白桃 别在这里给我装蒜 办什么城里小姐清高啊 让你男人说一句 这镯子到底给不给我 我忍不住看向郭友德 我想 我那个老实巴交的老公 就算在糊涂 也不会让我把镯子给他吧 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郭友德竟然把我拉到一边 低声说道 白桃 要不 你就把镯子给他吧 我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又说 家和万事兴 你是有文化的人 别和他计较 我甩开了郭友德的手 冷冷地说道 你要给 你掏钱给他买呀 白桃 看我份上 把镯子给他 郭友德的声音 带着一丝哀求 我心里酸涩的厉害 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 声音也嗡嗡的 我问他 为什么 就因为他会闹吗 以前 我常常听人说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难道就因为王秀军会闹 不对 突然 我一个机灵 甚至 我整个人都打了一个寒颤 王秀军刚才说 让我男人说一句 也就是说 他吃准了 郭友德是站在他那边的 给我一个理由 我压下满腹的酸楚 以及一肚子的疑惑 这不是西式凝人 郭友德低声说道 今天是我妈生日 看妈份上 让她别闹了 我摇头 这不是理由 今天这个镯子是开端 我只要破了这个力 以后 我还有话语权 不成 我坚决地反对 白桃 你别这么不识大体 郭友德说道 我妈生养我不容易 嗯 谁家妈生养孩子都不容易 你妈不容易 我妈也不容易 我挑眉 看了看王秀军 说道 况且 她是你大嫂 不是你妈 那边 王秀军的儿子郭敦敦 突然哭了起来 王秀军仰手就是一巴掌 把孩子打得嘴里的血沫子 都出来了 没出息的东西 哭什么哭 王秀军骂道 像你那没出息的爸 吃苦受累 供人家读书上大学 自己在工厂打螺丝 活该一辈子 没出息的货色 那孩子挨了一巴掌 哭得几乎晕厥过去 我婆婆心疼孙子 忙着就想要把孩子抱过来 但王秀军不同意 拽着孩子手臂 就往孩子头上招呼 一巴掌呼在后脑勺上 把孩子打得一个猎起 好了 别闹了 我老公郭友德冲过去 把孩子抢过来 递给我婆婆 旁边 郭友才像是死了一样 板着一张死人脸 一杯一杯的灌酒 我张口想要劝王秀军 但是 想想 这女人根本就不讲道理 算了 我准备走了 任由王秀军闹翻天去 我对郭友德说道 老公 要不 我们先走吧 不料 一向对我体贴温柔的郭友德 冲着我吼道 走什么走 这里就是我家 白桃 你怎么就这么小气 这么不懂事 不就是一个破镯子 我忍到现在的怒火 终于再也压制不住 冲着郭友德吼道 你 你们什么意思 破镯子 这是我妈给我的陪嫁 我凭什么要给王秀军 好了 够了 郭友德直接说道 白桃 你妈你妈 你心里就只有你妈 那你回去跟你妈过一辈子 你的陪嫁 请你搞清楚 陪嫁就是给夫家的东西 我还不能做主了 郭友德这一番话 我听得张口结舌 一瞬间 我只感觉我脸上火烧火燎 不是羞 而是怒 大凡生气的人都知道 人在着急的时候 常常是有一种 有理也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一向口才 也普通 辩证方面 更算是一个渣 郭友德大概是感觉 他说服我了 让我把镯子脱下来 给王秀军 旁边 王秀军直着嗓子嚎 白桃 我就说 你的东西 就是老郭家的 就是我的 我咬着嘴唇 嘴里有一股 腥甜的味道 一字一字地问道 郭友德 你确定 说说说 怎么这么啰嗦 这一次 郭友德说的是方言 这还不算 他还加了一句粗话 就是那种国骂 问候人家父母的 我公公婆婆家在农村 四间自建房 楼上楼下两层 鉴于这个缘故 我们这边吵架 门口好些人看热闹 那王秀军刚才站在门口哭闹 现在 我也走到门口 大声叫道 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平平礼 我娘家买的一个镯子 现在 他王秀军非要闹着让我给他 什么礼啊 很多人都笑 还有人劝说我 别和他一般计较 郭家老二媳妇 这就是你没理了 有一个年老的大叔故意说道 人家会生儿子啊 你会生吗 哈哈 就是结婚前也不访访 只看着郭家老二是大学生 哈 我脑子里面像是响了一个炸雷 炸得我耳膜生痛 神 什么意思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顾不上多想 冲了过去 抓着那人就欲询问 但是 我婆婆也紧跟着冲了出来 手里还抓着一把条肘 叫道 老黄头 你黄酒喝多了 昏了头了 胡说八道什么呀 那老黄头忙着甩开我 说道 别问我 说着 他用方言嘻嘻笑着 那嘲讽 哪怕我不太懂 但也感觉到他的不屑 甚至 我感觉他看我的眼神 都带着三分轻贱 三分可怜 还有三分戏谑 好了 别闹了 都嫌弃不够丢脸吗 我公公端着大家长的派头 拍着桌子 说道 看看你们 一个个有什么出息 说着 他对我说 白桃 你是城里人 不懂我们家的规矩 你娘家陪嫁的东西 自然也算我们家的 我有权力调配 把镯子脱下来 给你大扫 我看向郭友德 我盼着他能够说一句公道话 但是 他却是直接抓过我的手 用最大的蛮力 死尽地撸我手腕上的镯子 我痛得惨叫出声 大家都知道 翡翠镯子的硬度很高 事实上 翡翠也是石头 买镯子 为着戴手腕上好看 更加贴合 我们都会尽量挑选 合适的圈口 摸上护手霜之后 脱和戴都很方便 但是不抹护手霜 也不采用别的措施 圈口正好的镯子 脱下来真的不容易 郭友德根本就没有管我痛不痛 直接采用蛮力 把镯子脱了下来 递给王秀军 我捂着手 蹲在地上 痛得眼泪直流 仅仅一会功夫 我手背上已经亲自出来 郭友德就这么神情 冷漠地看着我 王秀军得了镯子 兴高采烈地的 就要往自己手腕上戴 我直接冲了过去 伸手抓过镯子 狠狠地砸在地上 顿时 镯子四分五裂 宛如我和郭友德 这么多年的感情 碎得剪都没法子剪 然后 我仰手就一巴掌 对着他脸上 狠狠地甩了过去 扯头发 抓脸 踹 踢 骂 我让你要镯子 要镯子 你特么还要脸吗 别人的东西 你也敢要 我今天打死你个不要脸 王秀军自然不是省油的灯 和我抓住一团 扭打在一起 我是豁出去了 今天这事情 就是王秀军挑起的 郭友德这个男人 我是不会要了 回去我会提离婚 这个想法 就是刚才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但是 王秀军这个女人 哪怕是吃点亏 我也要打烂她那张脸 由于我先动手 站了先机 王秀军脚下一滑 跌坐在地上 我就直接扑她身上 一边哭 一边打 一边骂 他那个讨债鬼的儿子郭敦敦 又开始哭 还往我身上吐口水 王秀军大声嚎叫 老二媳妇打人了 发疯了 这日子我不过了 郭友才 离婚 老娘要和你离婚 离你个妈 你特么不是会生儿子吗 生啊 我一边说着 一边死尽地掐着她腰 又狠狠地在她脖子上抓了一把 我是做了美甲的 指甲很是锋利 顿时血痕在目 王秀军痛地叫了出来 一边乌言慧语骂我 我自然也不甘示弱 骂人这事情 谁还不会 你爹妈没有教过你礼仪廉耻 是不是没教过你不要动人家的东西 没教过我好好教教你 我告诉你 我今天什么都不要 也要让你知道我白桃不是好欺负的 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我那个好老公 从背后抓过我的衣领 狠狠地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然后他用手掐着我脖子 把我推到一边的墙壁上 我的腰背狠狠地撞在墙壁上 很痛很痛 白桃 你闹够了没有 郭友德两眼通红 手指指到了我脸上 闹够了 这就够了 今天我要么死在他郭友德家里 否则就绝对不会闹够 所以我扑上去 一口咬在他手腕上 什么玩意儿 他也配打我 郭友德吃痛 狠狠地把我甩了出去 我那个好婆婆 借着劝架 趁机拳头狠狠地 雷在我胸口小腹 我抓过一边的板凳 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顿时 背碗盆碟碎片四处都是 郭友德又冲过来要打我 被我抓了一碗汤 对着他泼了过去 疯了疯了 我公公大声叫道 给我打 打死算了 打死吗 呵呵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先死 趁乱 我从地上捡起一片三角形的碎瓷片 一把抓过郭敦敦 抵在他脖子上 都痛了给我闭嘴 我头发散乱 额头破了一块 嘴角也破了 手上也破了好几处 怎么破的不清楚 我说话的声音嘶哑 但骨子里面的很辣 却是让这一家子极品 彻底地逼了出来 狭路相逢勇者胜 天道宫里我自己争 在那 我先宰了这小兔崽子 我嘶吼道 郭友德 你逼我的 白桃 你要做什么 放下蹲蹲 郭友德忙着说道 旁边 死人一样的郭友才 终于说话了 你们吵架 抓我儿子做什么 我不善于辩证 但我曾经在一个 发言游戏中 学会了骂粗话 这个点 还是挺有优势 120秒的脏话 骂得郭友才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能给你老婆买首饰 就别娶老婆 你这种垃圾基因 不配传承 我一边说着 一边抓着郭敦敦 然后从我包里 摸出来手机 拨打了110 看到我打电话报警 我公共顿时 就大吼大叫起来 还嫌不够丢脸 你怎么好意思报警的 我婆婆在一边抹眼泪 骂骂咧咧 好好的 我请你们过来吃饭 你们 你们给我闹 嫌弃我 我去死了算了 说着 就拿头去撞墙 我手机在录音 你只管撞 我说 那边 郭友德竟然对我说 白桃 别闹了 你看看你 像什么样子 放下蹲蹲 给我妈道歉 语气强硬 这一次 我没有说话 我感觉 再多的脏话 都不能结我心头之怒 警察来了 我公公忙着陪着笑 迎上去 递了烟 说道 没什么事情 就是小夫妻吵架 闭嘴 我吼道 我报得警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 我说我没事了吗 警察来了之后 我自然也就放开了郭敦敦 然后 我要求警察护送我离开 宴上 王秀军扑过来 冲到警察面前 说我打了他 那叫护鸥 我说道 王秀军 我打了你 你为什么不报警 为什么报警的人 是我 我反问道 由于我一再坚持 警察护送我去了医院 宴上 我走的时候 特意从地上捡起杂碎的翡翠手镯 塞在了包里 医院开了伤情鉴定 我腿上 腹部 背部 臀部都是伤 手掌骨骼被硬物挤压 造成轻微骨受损 另外 警察也做了询问 我要求郭家赔偿我翡翠手镯 这是其一 其二 郭友德家暴 我要离婚 当警察登记我们结婚等信息的时候 我突然呆住了 我和郭友德到目前为止 只办了结婚酒 没有领证 换一句话说 离婚 我只需要请郭友德滚蛋就成 我咨询了一下警察 又上网搜查了相关信息 确实如此 顶多就是财产分割上 存在一点麻烦 当然 由于没有领证 问题都不大 开始的时候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 如今 一松懈下来 我全身都痛 哭得稀里哗啦 警察局一个女警 给我倒了水 拿了纸巾 这边 我还没有从警局出来 那边 我妈的电话打了过来 询问我怎么回事 我这才知道 郭友德竟然打电话骚扰我父母 电话里面 他把所有过错都推到我身上 他对我妈说 王秀军看我镯子好看 想要看看 让我拖下来给他试试 结果 王秀军不小心 砸了镯子 我心痛镯子 打了王秀军不算 还砸了韭菜 打了郭敦敦和他妈 他强抢我镯子 以及伤了我一巴掌的事情 他就当没有发生过 还有他妈 借着劝架做借口 对我拳打脚踢 我小腿 小腹上的伤 都是他妈趁机踢打的 当然 王秀军强行想要我 翡翠镯子的事情 他提都没有提 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我妈听了 气得颤抖 妈 我要离婚 我说 我告诉我妈 郭家似乎隐瞒着 什么重要事情 我问是问不出来 但是 村子上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让他托人打听打听 我跟我妈说了 老黄头说的那话 我妈答应着 晚上 我回到家里 出乎我意料 郭友德竟然也回来了 我开门的时候 他冷着脸 给我拿了拖鞋过来 我没有换鞋 就站在门口 努力压下怒气 所有人都说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他再次抱旗打我 白天我敢闹 那是王秀军大嚷大叫 招惹了郭家村 很多人都过来看热闹 众目睽睽之下 我不怕 现在 如果动手 我一个女子 自然打不过他牛高马大一男人 郭友德 请你离开 我靠在门边说道 白桃 你封够了没有 郭友德说道 你看看你 还像一个读书人吗 泼妇一样 王秀军泼 你家不是当宝贝吗 我讽刺道 郭友德 我们分手 对 我们之间 就是分手 不是离婚 都没有结婚证 离什么婚啊 白桃 我今天姑且原谅你这一次 这话 以后不要说了 否则他冷着脸说道 我没有等他说完 直接说道 郭友德 我们之间没有以后了 我已经在警局报备过 现在 请你离开 这是我的房子 我家有两套房 一套小一点的 我爸妈住着 另外一套大一点的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爸找人装修了 给我们做了婚房 当然 房产都还在我爸妈名下 我妈曾经提出来 婚前转我名下 算我婚前财产 我那个时候 一心一意都考虑着和郭友德好好过日子 就和我妈说 等着过几年 直接过户 我们两人名下吧 现在婚前过户 我怕郭友德知道后 心里有芥蒂 我妈说 也成 等着过几年再说 我的庆幸 我没有恋爱脑 否则 现在就是大麻烦事情了 郭友德狠狠地盯着我 问我 这话是当真的 你要是不走 我就打电话报警 告你私闯民宅 我拿着手机 再次准备报警 郭友德再次用手指到我脸上 骂道 白桃 你别后悔 说着 他直接摔门走了出去 还对着电梯 狠狠地踹了一脚 我看着他的背影 只感觉 这人陌生地厉害 等着走后 我立刻就更改了门禁密码 然后进屋 锁好门 没有雇得上别的 我先登录我的银行软件 改了银行账号的密码 我很庆幸 我就两张银行卡 且手机上都有软件 操作方便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今既然要分了 各自财产当妥善管理好 接着 我就开始收拾他的东西 归纳整理出来 自然 这些年他送我的东西 我也收拾出来 另外放着 等着东西都收拾好 我很累 身上多处受伤 左手一碰到就痛 如今 整个手背都污青一片 由于郭友德太过用力 导致手背上的表皮也被磨破 有些地方肿了起来 靠在床上 我四睡四醒 回忆着和郭友德的点点滴滴 和他交往的过程中 他给我印象就是耿直 敦厚 我妈也说是一个老实人 可以居家过日子 加上他模样长得也过得去 一米八的身高 身姿应挺 五官端正 王秀军好像一直都对我有意见 原因实在不太清楚 我仔细去想 似乎我也没有得罪过他 郭家是农村自建房 四间 楼上楼下两层 地方很大 王秀军和郭友才住了西边两间 郭家老夫妻就住了东边的楼下 当初我和郭友才一婚 郭家就把东边的楼上装修了 给我们做房间 郭家说家里没什么钱 简单地装修一下子 我考虑着终究要过来住几天 所以我还贴补了五万块钱给我婆婆 让她把水电洗手间等都做好一点 另外装修好 家具等物 也都是我买的 前前后后 大概花了我十多万 我记得 那个时候 王秀军就看我不顺眼 借故半过嘴 我要么朝他一句 要么就装听不懂了 我和郭友德的婚礼上 他就找过事 但是他针对的不是我 而是郭友才 郭友才那天酒有点多 他就一直骂骂咧咧 指桑骂怀 说得很不好听 毕竟 我结婚 我也装没听懂了 事后 我听说 在我婚礼过后 他就和郭友才吵架 吵得很严重 还回娘家住了一个多月 原因不明 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和他之间 理论上来说 没有太过的交集 也不存在仇怨 他为什么老是找我麻烦 我又想到 今天村里那位老人的话 难道说 他和郭友德有染 这也太脏了 第二天 我就找了律师 办理具体的离婚事宜 顺便起诉郭家 赔偿我翡翠手镯 以及他们殴打我 索要赔偿金 我的翡翠手镯 也送去了相关的鉴定机构 鉴定 估价 律师说 我们都没有领证 办理太简单了 在他的陪同下 我通知了郭友德 我要去他老家 把我结婚时候 买的家具等物 拖走 毕竟属于我的东西 我哪怕送给不相关的人 我也不想白便宜了郭家 至于郭友德 留在我家的日常用品 衣服鞋袜 我也打包好 让他过来拿走 我去郭家拖家具 我还请了警察过来 郭家老娘 也就是我那个前婆婆 想要撒泼 但由于有警察在 她终究也无奈 我带着警察 律师等人 过来拖家具 自然也引来好些人为官 有人阴阳怪气地 嘲讽我那前婆婆 郭家老娘 煮熟的鸭子飞掉了 嘎嘎 那人还夸张地比划着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 郭家在村子上的人员 根本不像他们说得那么好 我这边脱了家具 还没有走 那边 郭友德急冲冲地赶过来 拉我 叫道 白桃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被他气笑了 他居然天真的认为 我就是在闹脾气 郭友德 我这不是闹脾气 昨天一开始 我还准备闹脾气 但是 当你从我手上 把镯子硬撸下来的时候 我就不闹脾气了 我们分手 我昨天说得很清楚了 旁边 我的律师对他说 让他不要骚扰 他的当事人 有事找他说 郭友德的脸色 非常不好看 等着我把东西拖走 郭友德突然打我电话 白桃 对不起 我错了 他说 我昨天不该拿着你的东西 给大嫂 也不应该动手打你 我就是想要稀释宁人 他没文化 给点东西哄哄就好了 我再次被他气笑了 说道 对不起 我有文化 所以 给点东西都哄不好 别说你这么不痛不痒的道歉 白桃 谁家小夫妻都吵架的 你别这样 吵个架就提什么分手 这不吉利 电话里面 郭友德把姿态放得很低 我摇摇头 挂断了他的电话 晚上 他又跑来找我 还买了花和蛋糕 求我原谅他这一次 我没有让他进门 第二天 他又来 把我堵在了过道里面 两天不见 郭友德憔悴了很多 胡渣子满脸 很是狼狈 白桃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他用力地想要抱我 但是 我躲开了 郭友德 我们之间 就像是那天碎掉的镯子 再也不可能了 我说 天生 就在这个时候 我妈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接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郭友德 问道 你有无精症 啊 几乎就在一瞬间 郭友德就像是被踩着尾巴的猫 跳着脚惨叫出声 下一秒 他一双手狠狠地掐在我脖子上 他的力道很大很大 我感觉 他想要掐死我 你胡说什么 不准说 我警告你 不准说 不准说那个字 他面目猙獰恐怖 我死尽挣扎 却正不脱他的手 最后 我费尽所有的力气 把手中的手机 砸在了对面人家的门上 发出筐的一声大响 我很庆幸 对面邻居有人在家 开门之后 及时制止了郭友德的暴行 邻居问我 要不要报警的时候 郭友德掩面窜入电梯里面 狼狈离开 在郭友德走后 我捂着脖子 好长一段时间 才算喘过气来 我还是报警了 门口有监控 警察掉了出来 从他那个力度 他确实想要掐死我 警察问我 要不要起诉 我起诉了 我原本还只是起诉郭家 赔偿翡翠卓子 现在 还多了这么一条 因为人证 物证俱全 郭家顿时就慌了 忙着找我协商调解 我那个前婆婆 还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说 谁家小夫妻 不吵架动手啊 她儿子 就是下手中了一点而已 我没有和他们多说 卓子照着市价赔偿 评估那边说 市价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左右 我要求赔偿二十万 至于郭友德意图谋杀 对我造成的伤害 调解可以 赔偿金六十万 并且让郭友德保证 以后都不骚扰我 他们说 卓子是我自己砸的 不应找他们理赔 但我律师说 郭友德强抢他人财产 达到二十万之多 也够做几年劳了 几番私扯 郭家同意赔偿 这段时间 我妈托人打听 这才得知 郭家大儿媳妇王秀军 嫁给郭友才之后 一直都没有身孕 郭家老娘天天在家骂他 母鸡不下蛋 小夫妻一直都要不上孩子 王秀军跑去医院做了检查 他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 然后他就把检查单据 拍在郭家老娘面前 大骂郭友才是一个太监 没用 生不出孩子 别赖他 郭家一看 儿媳妇没问题 要不让儿子也去做个检查 当初郭友才是不同意的 是在郭家老娘 王秀军 还有郭友德的匡骗下 和郭友德一起做了相关检查 郭友才还好 少经症 郭友德却是无经症 这下好了 王秀军在郭家老娘那边受了气 如今 终于扬眉吐气了 有一次和郭家老娘闹矛盾 他就嚷嚷着闹了出来 闹得村上很多人都知道 男人在这方面都很在意 郭家更是把这件事情 当作奇耻大辱 是一等一的丑事 绝对不容许外转 王秀军就以此作为要挟 为着让他不再闹出去 家里很多事情都迁就他 加上后来做了使馆 他又生了一个男孩 家庭地位更上一层楼 这王秀军也不是安分的人 有了孩子 嫌弃自家男人木讷 老实 不解风情 就把主意打到了当初 还在读大学的郭友德身上 两人有没有一腿 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郭家并没有太多钱 一下子要赔八十万 像是天塌了 王秀军哪里舍得郭家 拿这么多钱赔偿给我 在他心目中 郭家的所有都是他的 甚至由于我是独生女 郭友德又是吴京正 他竟然算计着 我家的家产 自然也都是他的 如今想要一个镯子 没弄到手不算 还要赔偿出去八十万 他接受不了 因此家里闹得天翻地覆 和郭友才常常大打出手 每次吵架 他就动手打孩子 有一次下手中了点 一个耳光 把孩子的耳膜打穿 孩子一个耳朵 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这么闹着 村子里面几乎人人都知道 郭友德有吴京正 这还不算 有人以讹传讹 说他哪方面不成 是个太监 闹得郭家颜面无光 郭友德通过我的律师 说是想要见我一面 我考虑了一个晚上 同意了 我们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 他问我 如果一早就知道 他患有吴京正 会不会鄙视他 还会和他结婚吗 这是问题 我考虑了良久 也没法子给出正面答复 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说 郭友德 这是一种病 并不是你的错 你要是一开始就坦诚相告 我能不能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如何 这都不是你主观意识上的错误 可你 以及你家 为着隐瞒这等事情 这么欺辱我 殴打我 那就是你的错 我不会原谅你 郭家两次给了我三十多万赔偿金 王秀军和郭友才最后也离了 那个孩子丢给了郭家劳两口 郭家劳两口都没有稳定的工作 现在还要抚养孙子 生活很是艰辛 我也没有再催促 他们要赔偿金 我妈安慰我 镯子钱能够回来就好 将来再挑个合适的买吧 毕竟现在发现郭友德的问题 分了 算是及时止损 至于郭友才 本来就木讷的一个人 从那以后 更是宛如活死人一般 除了喝酒睡觉 身边的一切都不闻不问 郭友德的工作也因此闹丢了 后来他去了境外打工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想 如果郭家不是那么愚昧 不把面子看得这么重 不看重男性的传承 也许不会酿成这般悲剧 我和郭友德的故事 到此结束 将来 我自然会有合适我的人 伴我此生白头偕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